经络是中医特有名词,中医认为经络是运行气血,练习脏腹与身体各部位的通道,也是人体的调控系统。 经络不通,就会出现一些临床上的症状。 下面就来看看疏通经络的原因及方法吧。 肺经不通,喉咙肿痛,皮肤干燥,气短胸闷,面色暗沉等。 方法,按压肺脏排毒药学。 烧伤学在大拇指的位置,大肠经不通,牙齿疼痛,颈部肿大,口干,肠腱肠胃疾病等。 方法,按压股学在手掌虎口的位置,胃经不通,胃痛,消化不良,脸色暗淡,皮肤失去弹性。 方法,按压学位足三里,也是人体的保健大学。 肺经不通,口干口苦,易急造冲动,月经不调,黄鹤斑,高血压等。 方法,按柔太充学是肺经的出口。 在脚面的最高点,皮经不通,众医认为皮主丝,会有幽丝多虑,口臭,白带异常等女性妇科病。 腰腹肥胖,饭后疲倦,心慌甚至会有糖尿病等。 方法,按压商丘学是皮经的大学,位于脚内怀前下方的凹陷处,心经不通。 心脏心悸,心闷,气短,忧郁易怒,失眠。 方法,派打液窝集圈学,增强心经功能,肾经不通。 胃寒怕冷,腰膝酸痛,月经不调,性欲减退,前列腺问题等。 方法,肾经是人体最重要的经络。 可以按压脚底的涌泉学,这是圣经的源头。 肝经不通,口干口苦,易急躁冲动,月经不调,黄鹤斑,高血压等。 方法,按柔太充学是肝经的出口。 在脚面的最高点,肚脉不通,虚寒怕冷,手脚冰凉,疲劳乏力,男性不孕不遇等。 方法,肚脉是阳气之海。 循迹珠上行,坚持按压后背,用后背轻撞墙就可以激活肚脉氧气。 热脉不通,怕热汗多,内分泌失调,月经不调,性欲减退,消化不良等。 方法,坚持揉腹部就可,腹部的官员内官学。 也是人体的大穴位。 中医上讲,痛则不痛,经络不通,则脏腹失调。 按压穴位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酸胀感。 每天坚持按摩这些穴位,对健康是百分百有益的。